全球发展 共同使命与行动价值 智库媒体高端论坛 4号在京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 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发表主旨演讲 他说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深刻阐明促进全球发展面临的形势挑战 鲜明宣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理念主张 为办好本次论坛 汇聚发展合力提供了重要指引 面对人类共同挑战和人民共同期盼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贡献了直面时代之变 回应时代之问的中国方案 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全球发展 怎样实现全球发展的重大课题 彰显了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 中国愿同各国一道 加强合作 互学互建 携手开创全球发展新时代 宽悟一下